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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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阿麗絲 今天很開心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孟加拉的打卡 而且我們現在在我身後呢 我們就即將要進去 帶大家又來 帶看展囉 我們要帶大家看 2023年的IPF 孟加拉的國際包裝工業展 那在我身後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形象牆 就可以知道這個 IPF 2023年的 這個孟加拉展其實是已經延期 從2020年到現在 然後呢我們就 一路等待等待到現在終於開展啦 那接下來呢 愛麗絲就要帶大家來看看這個展館 那這個展館呢 這一次在ICCB 那首先呢這個展館呢 在Whole One 那整個呢就有460個展商來參加演展出 那總共呢來自19個國家 那我就話不多說 我們帶大家進去看一看囉 走 好 那在孟加拉呢 其實我們也是第一次 整個PRM來到孟加拉這個國家 然後呢 它是非常非常靠近印度 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像跟印度 是不是有一點像啊 後來發現在這裡有一點不一樣 我這裡的人比較純樸齁 那我並沒有影射什麼 不要挖根給我跳 好 首先呢我們已經進到這個展館來呢 那在 主要呢 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主走道 那你就會看到所有的展商 那首先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聯誘 那在我們的左側呢 就是 智帶機 聯誘這家廠商 那 他們這次有帶機器來 而且就是在展館移入口的位置 所以 它的整個效果非常的好喔 真的恭喜他們 那再來 右手邊呢 是齊陽 那他們是 台灣的一個吹帶機的老廠 那所以 我們也看到他們的這個 整個洽談的也都非常順利 那因為整個台灣館就在這個區域的左右兩側 那所以 可能會盡可能帶大家去繞到 就是看到每一個台灣廠商 來 來吧 好 那在這個展館呢 其實呢 來自了19個國家 所以呢 你會看到很多 不管是當地的 或是不同國家的人來 那在我的右手邊這邊 你會看到後面是我們的九星 他們是做印刷機 那它的裝潢非常的美 因為 整個印刷 在整個孟加拉市場 是非常的蓬勃的 因為 這裡是一個軟性包材的 很 很吃重的一個市場 那在後面呢 是那個金鴻星Venus OK 那我們繞一圈 好 緊接著呢 就看到左邊的這個Polystar OK 那Polystar一樣呢 因為他們也是做薄膜 還有做回收機 那在左手邊呢 它也是一個網印機 那個也比較少見 OK 那他們也是台灣廠商喔 好 我們繼續往前走 OK 耶 看到我們PRM的夥伴了 OK 謝謝大家的支持 讓PRM可以持續的 就是為大家來服務 好 那為什麼要帶大家進來呢 因為在這次呢 我有寫一篇報導 裡面就有講到 其實在這個孟加拉呢 因為它工業展非常的少 所以呢 它有一些不同的產業會來參展 那在我左手邊這個呢 他們是有性機械 他們也是台灣廠商喔 那他們就帶了 他們是做那個螺絲成型機 那這個雖然不屬於 這個包裝的這個領域 可是因為他們 也很想打進這個孟加拉 而且他們其實已經 來孟加拉經營很久一段時間了 好在我後面呢 就是富翔星 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夥伴喔 OK 這次富翔星也展出了機器 那他們其實在當地也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OK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囉 好 好 其實呢 這一次的展覽啊 我的觀察 其實它 整個中國的展商真的非常的多 那所以你慢慢呢 會看到感受到 整個中國展商他們的爆發力啦 那 而且他們這次好像 不是只是中國 他們好像是從浙江出來的 然後所以他們會掛上 比較當地的那個展覽的旗幟這樣子 好 在我們右手邊就是 Starlinger 那Starlinger它也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廠商 在這裡也是頗受歡迎喔 好我們再往前 OK 哈囉 好 那我接下來要帶大家看一看 不免俗的 帶一看展一定要看PRM的攤位啦 來吧 好 這次我們PRM的攤位囉 OK 這次呢 明明就只有兩個人 可是你看我們 這麼大的一個攤位 有沒有非常的驚人啊 哈囉 Say hello 好 是我們很棒的 很盡責任的一個工讀生喔 是我們的展務人員 很謝謝他們 好我們繼續往前 那當然呢 因為在這裡有那個包裝 所以它也有模具相關的 然後也有做一些中空成型機 那所以我在這邊 小小的繞出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感受一下這個當地的 很不一樣的一個廠商 他們的一些活力這樣子 其實 各位今天來看的時候 算是人潮還沒有那麼的多 因為呢聽說 他們的 明天是他們的休息日 好那到時候會有更多大老闆出現 那個不要跑 趕快回來你的攤位啊 我們的油寄跑掉了 好 那也會有一些 做一些真空 中空成型的機械廠商 好我們往前這邊 ok 好 等一下再往前的話我們也會看到一些印刷機 還有一些跟這個分條機相關的這個客戶 好 很久沒有感受到這種展場的這種活力 非常喜歡在這個展場 那 右手邊的話是也是中國廠商 那他們是做薄膜的 精明 嗯 你看 這個 都年都過完馬上就出來打拼了 ok 哈囉 嗨 好 左手邊的話是海天 在這裡有一個很值得大家 去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原來他們這裡的代理商 他們不會叫代理商 他們叫貿易商 因為他們不喜歡就是一個代理商 就是綁住 然後他們可以賣不同的機器 同樣的呢 嗯 出入到這個市場 也建議你不要一下就被這個貿易商所綁住 你可以多多測試幾家 那在孟加拉呢 就我們訪談的結果 他們雖然是會有價格取向 可是呢 他們也不會就是很 殺價殺到見骨這樣子 見血這樣子 他們是比較溫和一點的 那至於事實如何就留給你們親身感受了 好 那在我們左手邊呢 一樣是有攝出機 但這個應該是一個貿易商 你看 它有代理很多不同的牌子這樣子 OK 那在這裡呢 一樣是我們的台灣的廠商 世代 那是做自帶機 那它這次也有帶機器喔 我們繼續看一下 它這個自帶機也吸引到很多的買主的一個詢問 OK 那世代在我們整個台灣廠商也算是非常悠久 歷史悠久的一個廠商 我要再帶大家繞一下喔 就是 因為它這個呢 主要是一個比較長型的一個帳篷 那我那時候聽到說帳篷的時候 我想說哇這個糟了一定非常的熱 而且帳篷嘛就可能有一點烏煙瘴氣 我沒有想到喔這個帳篷非常的高大上 整個撐開來它的面積非常的廣大 它幾乎可以就整個把我們的460家的一個展商都塞進去之外呢 而且呢非常的寬闊 那聽說呢這是主辦單位展招 它特別從馬來西亞整個裝貨櫃 然後整個在這邊 整個把它搭建起來 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好我們再繼續往前 可以看到左右兩邊都是中國的廠商 好 那在這邊呢 右手邊會看到我們的華洲 喔 剛剛有講到這是一個包裝市場 非常蓬勃的一個市場嘛 所以分條機也是一個不可少的 那華洲這次他們也有帶他們的機器過來 那聽說他們的機器在當地的銷售 情況也是非常好喔 好 我們往前 哈囉 被它逃掉了 本來要抓住它的 嗨 嗨 這是我們的台灣廠商 遊記喔 來來來 欸現場突擊一下 聽說那個網紅 Rebecca 要不要講兩句話 上百萬的孟加拉粉絲 我們是來見廣大的孟加拉粉絲 嗨 everyone I'm here Rebecca come to see us in booth number 506 不好意思我都沒有告訴他 其實這個是對台灣發布而已 趕快逃 謝謝 謝謝 OK好 那在我的左手邊就是光鑫 那這次呢 意外的捕獲到忘全的壓榨 在他們的攤位上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們趕快逃 Enjoy 好 那在右手邊呢 就是那個圍裡 也是印刷機 那圍裡在當地呢 經營的非常久 然後呢 所以他們這次的展位 也非常的盛大 那以往呢 他們每一年都會來孟加拉展 那一直到2020年 整個因為疫情的中斷 所以呢 他們也是跟他們的這些當地的買主 已經大概有中斷兩年 那當期間他們也是不斷的聯絡 所以他們在當地的買主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support他們 然後這次在整個圍裡的展出 我們有特別採訪喔 大家盡情鎖定 謝謝 好我們繼續往前囉 好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我說的那個中國展商幾乎佔了一半的感覺嗎 我們現在已經走了展館的大概一半吧 那你會看到真的 那個中國展商是來自 嗯 中國的四面八方 在這裡一個小小訊息 是我在展場才得到的 原來呢 在上個月 應該是2月1號的 Sorry 2月1號的一個印度展 那他的展出 因為印度跟中國不友好嘛 所以呢 他就沒有罰簽證 一張都沒有喔 我聽到的時候超傻眼的 我就說怎麼可能 印度這麼有骨氣 這麼有尬子 就是說不給就不給 所以呢 整個中國的展商 他們就非常的 投入在整個亞洲的市場的話 就也會來到孟加拉 那 據我們所了解 孟加拉這個市場其實是 還算是一個處女帝 因為他有很多基礎建設 Sorry 他有很多的基礎建設 是等待著去做更多的投入 所以呢 其實我也可以了解到 整個中國展商在這裡野心勃勃 左手邊呢 他是金湖集團 OK 那 其實他在中國也算是一個大的企業 好 我們要繼續往前 那在這裡呢 既然講到說 有包裝 有塑膠 有印刷 對不對 所以呢 在後半段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比較多 跟瓶子相關的 比如說套標啦 或者是吹瓶啊 等等的 那在左右兩側呢 其實也都會看到 跟這個瓶子的模具相關的 一個展商 OK 讓我們快速前進 好 那其實呢 在這個展覽呢 有幾個 我覺得蠻驚豔的 裝潢 比如說這一個 他也是有一個設計 整體來說 看起來非常的醒目 跟顯眼 然後應該也有帶到ESG 那個永續的 那種議題在 好 緊接著要來到 我本人 在這次孟加拉展 票選 第一名的展商 就是這個 一個日本的展館 那這個日本的展館 其實它裡面 有包含了一些 像 Sumimoto啊 等等的一些 展商在裡面這樣 他們是聯合展出 然後就做得非常的精緻 然後也非常的引人入勝 然後像腹肌啊 也都在裡面這樣子 那看完我們的日本 我最喜歡的一個展館之後 我們繼續往前 前面呢 還有一個 讓我覺得蠻驚豔的一個展商 就是它的攤位的裝潢 真的也是蠻下功夫的喔 來我們繼續往前看 然後在這個展出裡面呢 它其實不是只有設備 它其實還包含了這個產品 比如說這個彎管的產品啦 或者是一些原料等等 都有一些一起參與展出這樣子 好那在右手邊的話 他們主要是做這個吹屏的部分 那各式各樣的吹屏都有喔 那我們這次來參加吹屏的一個展出的展商 台灣展商 我記得是保綠特 它是回收PET的參展商 另外還有一個是全寶 他們這次也有來參加這個展出 OK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 你看它有一些成品的陳列這樣子 像這個門板 他們其實也都是從這個塑膠來製作的 所以到後半段呢 會比較看到比較多的是一個成品 成品的一個陳列 像這一家公司 他們也很特別 他們也就是把它的產品全部擺出來 OK 那除了像有彎管 然後還有一些戰板等等 然後還有到一些腳踏車一些玩具 OK 然後還有就是像這一家公司也很特別 他的這個裝潢 他們家是做這個瓶子的 看得出來 OK 好 再往前走就是到了 我覺得真的還蠻特別的 好 就是這一家 Navana 我不知道我的發音對不對 看起來他們是做這個彎管機製造的這樣 然後所以他們就用他們的產品 來做成他們的整個展出的裝潢的一個素材 所以我覺得有跟他們的產品一起結合 而且整體的形象 設計的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OK 雖然是在整個孟加拉有讓人家蠻驚艷的一個演出 如果說大家知道孟加拉他的裝潢 這是一個神奇的magic 因為我們來的那一天整個還是蠻混亂 有的甚至還在補土 可是呢到了昨天展出的第一天 一進來 哇塞 整個展覽完全的都是非常的整齊 非常的乾淨這樣子 對 馬上打臉嗎 好我們繼續往前 我們也快要結束囉 這邊的話其實就像我剛剛說 他們都是比較偏成品類的 OK 然後所以他們會比較豐富多彩多姿的一個 產品的一個展示 OK 然後像這應該就是他們是做原料的 所以他們整個的洽談區也都非常的開闊 OK 對 好 那右手邊這個呢 他們也是看得出來他們的整體的形象做得很好 OK 好 那我們整個這個展館呢 基本上沿著這個中央走道 你走到底 基本上你不會錯過任何一家展商 那 希望呢這次愛麗絲跨國到孟加拉 首次在孟加拉獻出的一個帶看展 希望大家喜歡 那而且呢在這次 就是我自己在孟加拉 雖然才短短的三天 可是我自己感受到這裡的人民 他們是真的很淳樸 然後也感覺到他們是生機勃勃的 是蠻值得來開發的一個處女地 那不過我覺得台灣的廠商 我再次見識到真的很厲害 因為聽到蠻多的故事 就是 來 早期來這裡開發的一個故事 真的非常棒 所以呢 今天的帶看展 成功 也希望大家繼續鎖定PRM 鎖定普拉爆爆 鎖定我們整個普拉瑞士為你們的演出囉 掰掰